封面故事带来看到澳洲一名26岁超马女选手皮特 原本是面貌较好还是坚韧模特 但是没想到2001年参加马拉松赛时 做了路边的野火纹身 导致她全身有64%着伤 脸部也会揉 不过男友对她不离不弃 陪她撑过痛苦的日子 现在两个人决定要结婚 共组家庭 戴着头套步伐缓慢 就连坐下也很困难 26岁的超马女选手皮特 原本面容交好还是坚韧的model 却因为一场大火 毁了精彩人生 2011年皮特参加了100公里 超级马拉松赛 惨遭野火袭击 不仅全身65%受伤 左手的四根手指头 和右手的拇指也被截除 我记得帮助哭 皮特事后花了超过300万美元 大约9000万台币的一楼费用 进行全身整容 但严重的受伤 让她和原本的容貌盼落两人 痛苦煎熬的日子 还好有男友霍斯金一路相伴 哪个人认识多年 霍斯金没有因为女友的外貌改变而离开他 反而还紧紧地牵着皮特的手 面对所有的难关 皮特事后将主办单位告上了法院 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 终于在最近获得了高达1000万澳币 大约2.8亿元台币赔偿金 只是再多的金钱 也换不回皮特的健康与外貌 现在只能靠着男友和家人的疲惫 一步步找回昔日自信 记者不加什么都